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醋制增强疗效药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柴壶 柴壶有柴壶、醋柴壶和憋血柴壶 醋制柴壶的时候是用20%的米醋 憋血制柴壶的时候用的是憋血制 那么这个憋血它呢如果是直接要用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新鲜的憋血 而这个新鲜的憋血容易凝固 所以一般呢要把这个憋血放在这个酒里边 防止它的凝固 所以憋血制柴壶一般呢都是加入一定量的酒 生柴壶生散作用比较强 多用于截表退热 而促制以后生散作用缓和 增强了疏干止痛的作用 憋血制柴壶能够抑制生服之性 增强清肝、退热、截虐的功效 这是柴壶 那么柴壶经过粗粗制以后能够缓和 生散之性 我们目前也已经知道了它的生散之性的缓和 是因为促制过程中间挥发油含量降低 而它的树干止痛的作用增强 是因为在促制的过程中间呢 它的柴壶灶带含量增加 使它的树干止痛的作用增强